请继续面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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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沈平 我是香港的瑞菜画家 我是约1442年 1998年 我从大陆 从新疆乌龙社来到香港 从此以后 就成为香港画家 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讲,我很感恩香港,因为香港给了我一切,能够安居乐业,另外从事美术工作。 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教版画创作,画水彩是极少。 但我来到香港以后,因为马会,他要我来教水彩,因为一班家庭主妇,太太小姐,他们都喜欢画水彩。 迫着我,也有重温水彩工具,一边学,一边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教了很多年以后,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专业的水彩画家。 我觉得水彩是一个很轻便的工具,比起油画,水墨画,另外一方面,令我很受观众或大众的欢迎。 大家看到,觉得很亲切,很明白,很透明。 香港亦都可以说是一个水彩画,一个很昔意表现的一个地方。 不论在大嶼山,还有大澳等等,有些东方威尼斯,那些海边的一些楼,一半是海水里面,一半是陆地上面。 如果说到城市,可以说桃楼湾也好,电车也好,或者是中环的高楼大厦, 全部都觉得和全世界都有些特殊的风味。 中环,你看现在的中环,可以说是写字楼集中,很多都是文人打的形态,做的西装,衣冠楚楚的样子。 但是竟然都坐在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大牌道,吃面,吃中午饭等等。 我觉得这个景象真的很奇迹,我觉得挺令人有联想。 我觉得这些交错是很自然的,不是说是一定要搞成一个鲜披鱼, 画出来很有香土味道,很有一些当地的风情。 这种情怀可能是不变的,隐言大家对以往的生活情景, 童年时候经历过的事情会有怀念。 香港的水彩画还有一个发展空间, 因为我们有时讲起来是最早能够接受西方水彩技术在香港, 但是因为有些青黄不接,另外因为在教育问题, 因为每一间好一点的美术学院, 全部靠一些社团,靠一些美术团体自己, 好像自生自灭那样。 当然我们希望一切都是明天会更好的。 我身边的后面有一张维港,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是油画, 我还没画完。 当然我也画了很多水头, 维港的夜景。 这个是我住在维多利中心, 在屋神堂。 那上面我住在20楼, 望出去就是这个景。 所以我觉得我太太, 她能够帮我买楼是一个很福气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个学生住在30多楼, 我上去一看,30多楼是最高的。 上面望下去不是这样的。 下面的船就太分散了, 楼也变得分散, 因为角度不同。 如果我去到7楼, 有个公众平台, 望出去就要重调。 那个景象都不如我20楼, 我太初是最美。 另外,题材方面也很广泛。 现在有些是前卫一点的, 有些是保守一点的, 我觉得不要紧要, 只是你不可以画得好, 都是好画。 如果画香港来说, 你用一些抽象, 半抽象, 或者是写实, 或者是插图式的, 或者是钢笔, 弹彩, 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形式不是问题, 主要是你画不画得到, 香港的精神, 香港那种浪漫的风情。 有时候, 祝贺酒楼时, 有个招牌, 我印象画是这样的, 有个好像庆祝那些烧纳电, 开店, 旁边有个大花牌, 这些的情景, 我觉得全世界都未必有。 我不知道美国的唐人街有没有, 总之我没见过, 我只见到我们香港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些是很难得的, 当然, 有些人已经拆掉了, 有些旧楼, 或者是什么, 大乡村拆掉了, 都挺可惜的, 但是, 我觉得用画笔来记录, 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变化, 以前存在的, 现在消失的, 我觉得很可贵, 用画笔和水彩画纸, 记录了香港的变迁, 很多已经失去的东西。 所以, 我始终和国内画家, 台湾画家都说, 我们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欢迎你们来香港采风, 上次台湾的简中威, 我陪他去大澳, 陪他很多地方, 他都觉得很奇怪, 原来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居然电车旁边的人, 走来走去, 电车都不会撞到他, 好像有些鬼道, 我们现在自己年纪大了, 希望有些年轻的画家, 或者有些有心的筹画者, 能筹画这些交流活动, 同时, 都会带动我们香港的水彩画, 上次发展, 这个都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觉得挺好, 作为一个香港画家, 我觉得觉得好, 生活得挺舒服, 挺开心, 好自由, 自在, 疫情一国, 车后很多画家就纷纷出动,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景象, 我都挺感动, 我见到很多年轻的水彩画家, 很努力, 他们不断的出去写生, 不断的创作, 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所以我就希望, 我们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水彩画的事业, 一定会向前推进, 或者发展, 会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明天,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